圆标题 由贵重金属或白银合金铸造,制作精美,图案考修,文字清秀,内容丰富,荧光灿烂,其貌可人,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。 随着收藏投资热的不断升温,银元在钱币市场中异常火爆,中国银元今后极大可能成为收藏投资领域中的一匹黑马。 西是珍品的孙中山开国纪念碑,他的正面中央为孙中山侧面像,上下注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碑隶书字养,左右为五半梅花各一枝,一为五权宪法之意,周边有朱点,齿状装饰。 碑面中央为中文历书书体一元二字,左右各符以加合图案,每之一岁三叶,代表三民主义之意,上策处有Memento,纪念碑字养,下策为BIR。 中华民国诞生,左右上方分裂六角星图案,关于五角星板式,从五角星的方位设置,花式的细微差别区分,一下五角星板。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南京造弊厂,根据财政部的命令,首先铸造了中华民国孙向开国纪念碑。 银元正面中央捐孙中山侧面肖像,外围双圈内一线圈,外主点圈,边缘上,捐中文历书体中华民国四字,下捐中文历书体开国纪念碑五字,左右长枝花式。 背面中央捐中文历书体一元及家和,外围双圈内一线圈,外主点圈,边缘上捐英文T-A-G-R-I-P-U-B-L-I-C-O-F-C-H-I-N-A,中华民国,下捐英文Under,一元,左右下方分裂五角星,故称下五角星板。 该壁的特点是,五角星方位在下,左右两个五角星摆放校正,五角星与英文字母兼具较劲。 英文字母没有错版,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,该壁急停住,因时间短暂,游用不多,游显珍贵。 二上五角星板,此壁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,可谓凤毛宁角。 该壁由千金造壁厂,于宁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铸造。 银元正面及壁面大体与上品相同,左右上方分裂五角星。 孙中山开国纪念壁的图案,还包含很多寓意,据李博其中国纪念壁考手稿中叙述,左右五半梅花各一支,五权宪法一折也,后即以此为国花。 背,中间一元二字,而福以家和各一支,每日一岁三叶,三民主义一业。 其中,五权指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、弹劾权和考试权,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。 孙中山开国纪念壁,是近代中国钱壁中的精品,有着历史薰壕,是价值很高的革命文物,具有深远的历史纪念意义。 同时,还是考古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难得的实物。 珍贵的孙中山开国纪念壁,记录了辛亥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。 由于历经百年风雨,孙中山开国纪念壁,当时铸造数量极为有限,存饰量极为稀少,尤其是品相好的更为稀缺,因此,很受收藏爱好者青睐。 孙小头银元,就是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,称之为孙中山向银元开国纪念银币,俗称孙小头。 根据铸造时间和铸造厂不同,孙小头银元主要分为三个大的种类。 一、上五星,在背面一圆那面的二,十点的位置,各有一个五角星。 二、下五星,在背面四,八点位置各有一个五角星。 三、上六星,在背面二,十点位置各有一个六角星。 孙小头银元,就是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,称之为孙中山开国纽念银币,俗称孙小头。 1912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开端,举国上下民主人士提心和协作。 经过几十年的妥协后,终于打败了封建清政府,在列强压榨,内战不实。 的环境下,战争一指,交接政权,为了留念这件天翻地覆的大事,国民政府决意驻银元留念。 孙中山开国纪念币,该币重26.9克,直径3.9厘米。 正面中央为孙中山侧面肖像,边缘内上捐中文历书体中华民国四字,下捐开国纪念币五字,左右长枝花式。 背面,中间一元二字,而福以家和各一支,每至一岁三叶,三民主义一言。 其中,五权指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、弹劾权和考试权,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。 由于孙中山开国纪念币产生于民国时期,而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几十年光阴,本身钱币数量就较为稀少。 因此,在兵荒马乱,国内战争频发的期间内,钱币在经历了无穷的岁月之后,依然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,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,历史文化价值,以及艺术品鉴价值,在当今的藏品市场中并不多见。 有着极高的价值,币的价值,一般是按照存市量来决定的,但股钱币的存市量,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数,这个数时变化的,因此收藏在民间的股钱币根本无法统计,而还经常发现,股钱币大量出土,所以,钱币价值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此款孙中山开国纪念币,在钱币收藏市场名气极大,是因为它的历史性和珍惜性决定的。 身为钱币版面设计优雅,雕刻精良,但是,铸造量不多,所以存世极寒,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。 孙中山像银币,都是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银币正面,突出孙中山先生光辉形象,以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。 孙中山像银币除了开国纪念币和民国22年、23年帆船土岸一元银币这铸造的流通币外,有相当一部分,是带有纪念性质的货带铸币,这些银币的铸量很少,也相当珍贵,身价达到几十万元或几百万之高。 作为收藏者渴望,而不可及,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,历史文化远远流长,每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,都是我们国家成长的足迹,银元也正是这历史银河中组成的重要部分。 就其特定的历史时期,也使它在前辩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它不仅代表着近代中国的货币文化,反映了我国近代历史、经济、金融的兴衰和沧桑。 百度前缘评级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